据外媒报道 第二炮兵政委张海洋上将与薄熙来市市交 有可能卷入薄熙来案件 近期张海洋行踪不明引发香港媒体的猜测 但是二炮的政治部主任殷芳龙出面表态服从中央 另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再赴成都军区 要求确保一声令下能够迅疾出动 胡锦涛与薄熙来的军队势力拉扯令人关注 香港明报报道 二炮政委张海洋4月以来没有露过面 而香港星岛日报14号也在报道中推测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可能波及中共军队高层 报道说 导弹部队一解放军第二炮兵1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忠心 但却不是以政委张海洋的名义发表 而是以他的下属政治部主任殷芳龙的名义 这引发张海洋确实出世的猜测 美国媒体稍早时候曾经报道 与薄熙来市交的张海洋卷入了薄熙来案 但消息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63岁的张海洋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 与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元上将都与薄熙来关系密切 而刘元是已故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 他们一同被视为军中太子党 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 胡锦涛虽然总体控制了军队 但现在必须清除军中敌对势力的影响 而他在军方派系之间寻求支持 仍需借重各军种的负责人 胡锦涛他现在相对于他的对手而言 他在军队里面是有绝对优势的 因为他得到了军队里面的最主要负责人的支持 但是你要说他对军队的掌握那么牢靠 我想他自己也并不是特别有底 所以他要控制军队的话 他还是要假借于人的 越是行事紧张的时候 他越要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委员郭伯雄 近期前往成都军区调研时呼吁 官兵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一切行动听从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并且确保一声令下能够迅速立即出动 坚决完成任务等 同时中共党政军近来也有人出来高调表态 拥护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 军方将领也不例外 包括胡耀邦女婿的海军政委刘晓江上将 他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误打探听信 传播所谓小道消息 不过政论家伍凡表示 军队对如何处理薄熙来持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几个省市这一级的领导人出来讲话 支持胡锦涛 军队有几个军委的头头 下面的各个大军区 中国有七大军区都不出来讲话 胡锦涛现在 无论是司令也好 政委也好都不出来讲话 胡锦涛通过中央军委的头头 还是控制不了军队 对胡锦涛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威胁 他认为 郭伯雄再次去成都军区 表示那里有薄熙来近几年建立的关系 胡锦涛要把那些与薄熙来 像铁哥们的高级将领们搬过来 不是那么容易 而殷芳龙在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中 也极力呼吁 在遇到讲感情与讲原则难以统一情况时 个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小情小义 要服从中共事业发展需要的大情大义 他怎么渡过这个难关 胡锦涛有什么本事 他唯一的本事最好把军队国家化 那军队就跟你走了 你不是用共产党来管理军队 用国家管理军队 吴凡说 目前军中已有所谓的杂音 要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人不愿再当中共的党卫军和走狗 因此有许多军官 不愿意服从中央军委胡锦涛下的命定